在馬路上呼嚇而過 年輕騎士自己享受飆風快感 巨大引擎聲響 卻讓民眾不聲其擾 這些都是自己改裝車輛 要的就是吸引眾人目光 年輕人追求酷炫外觀 和引人注目的引擎聲 最常見的改裝方式 通常從傳動 避震器和排氣管 等設備下手 但改車很可能影響行車安全 通常傳動動過 速度與馬力都會提升 速度提升的話 相對危險性一定會比較高 改車族抓不慎抓 以往都是開勸導彈附檢 乖乖聽話跑趟監理站就沒事 根本沒有嚇阻效果 現在環保局警察局監理機關 暑假首次聯合機查 只要抓到違規當場開罰 不放過任何一台改裝車 明顯改裝排氣管 發出擾人噪音 現場直接架設噪音計量測 一旦發現音量超標 當場開罰 擅自變更原有設備規格 罰900到1800元 若未經申請 變更重要設備則開罰 2400到9600元 拆除消音器製造噪音 最重罰24000元 先初步判定 它有沒有違反 道教橋裡一些改裝的規定 那接下來就由我們環保局 來進行做噪音的兩側 熟悉架場取締 只是暫時的嚇阻效果 若成效不錯 不排除未來採固定模式 定點定時取締 降低違規改車外風 記者劉昂恒笑講 問其他人什麼事報導 中天電視全身製作 搶檔大戲 美好年代